水管湧出清澈地下水 这是台中市政府与中央合作 为解决汉想寻找可用的民生用水 在中央公园开走的第一口观测井 每天我们预估在第一口井水派丰沛 超出预期超过了千吨这样的一个水量 初步估计可以达到1800吨 那这样的水量大概是标准游泳池的5.3座 这么大的一个水量 经济部水隶属透过水井观测站 发现中央公园原区下方地下水源 极为丰沛充足水质状况优质稳定 有机会快速稳定提供自来水公司 优先作为民生用水的水源 预计在4月底前完成全部12口井 整个开造完毕之后 它一天最大的出水量 一天大概是可以达到12000吨以上 那12000吨的话 大概就是1.2万户的家户使用 除了中央公园之外 我们也在寻觅其他的公园或公有用地 如果有机会台中市政府都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些场域 来跟中央一起合作 来多提供我们的水源 解决我们目前的汉象 水利署表示除了中央公园之外 在4月底前将陆续开凿36口水井 预估完成后 每天可供给3.3万吨以上水源 水利署也表示因台中署卵力10层 不至于造成地层下陷的问题 新唐人也在电视消击器 他们台中裁缝不到 加入水利罩 水利罗 加工 到达 水利罗 揉 水利罗